港警攻黑道曝光 蜘蛛人现身望角 香港和平战中行动本月三日首都出现暴力流血冲突 不断有人质疑警方与黑道背景的暴力分子合作 而昨天再有影片流出显示前天绿色和谐 讨论侧动拆除望角站领区的路障 竟然还疑似与警察联络 而昨天下午三点 曾有约二十名身穿黑衣的男子 在望角强行拆除路障 其中一名戴口罩的男子还殴打战中人士 香港《苹果日报》记者也被攻击 一名打扮成美国队长 在占领区维持秩序的男子 也因为和暴力分子发生肢体冲突被警方带走 而继前天香港蜘蛛仔在狮子山挂上巨型布条后 昨天晚上蜘蛛人突然现身望角 为草木皆兵的望角带来一点欢乐的气氛 动新闻 中文报道 中文报道 中文报道